你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老刘 你帮我个忙 我想送小丸子下山 可别 你不想活 我还不想死呢 这事让大当家知道了 那还得了啊 老刘 我是已经不多了 我不怕死 但我怕 我怕小丸子她没有人保护 所以我要送她下山 说吧 怎么帮你 你 你给我搞个特效药 这样 我一定可以战到下山 如果强奸下山的话 不光她下不了 你也是闭死无疑 我要用我的一线生机 来换小丸子的安全 她 她怎么就把你迷的 连命都不要了 求求你了 这却我怕 好好好 你的命你说了算 谢谢兄弟 好看吗 好看 怎么看都看不高 那你就等 等六哥找到解药 把你身体养好了 好好看 嗯 丸子 你要是能算山的话 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去一个有海的地方 我听说 海边傍晚的日落 连阳光都是金色的 丸子 你 不管你去哪儿 我都希望你可以欣赴 找一个好男人 一个 愿有幸福还守护你的男人 有无君严长 有余生欢终长 为念这次量 太倔强 皆认真 太倔强 走战青死两航 夜莹成霜 你想想我生死何方 只怕不能与你流浪 做失了痴狂 但就以我认真换做花香 一脸渲染在你身上 沧桑也同往 人甘苦同长 你不想活 我还不想死 这事让大当家知道了 那还得了啊 我不怕死了 都没怕 我把小王子他没有人保护了 所以我要送他下山 如果强奸下山的话 不光他下不了 你也是必死无疑 我也用我的一线顺迹 来换小王子的安全 但他怎么就把你迷 连命都不要了 我了 求求你 成就我了 好好好 你的命你说了算 被黃金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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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k 来 老爷 来 喝口水 喝口水 老廖 我怎么还是这么虚弱啊 那个效果强劲的药 你到底用没用啊 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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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廖 是不是我说的话 您都不听了 停 必须停 停 你告诉我 到底什么情况 你们两个真是够了 我告诉你 六哥 这又出什么问题了吗 小宝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你可不可以不按照他说的做 你们两个真是 一个说要下山 一个说要救人 你们俩能不能统一下意见在这儿啊 我 六哥 若是他带我下山的话 我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但若留下来是药解毒 可能我们两个都能好好的呀 好 听你的 我们留下来找解药 嗯 事情呢 就是这样 你说你们两个 一个要救人 一个要下山 但是我觉得他说得对 救人要紧 所以说 没给您用强劲的药 他怎么那么傻呀 之前那么想离开这里 现在又不想走了 对他来说 救人 比什么都重要 我不知道我还能沉到多久 你现在就把下锅强劲的药 给我用上 我要送他走 你不要急嘛 凡事都要讲循序渐进 再说了 你要的那个药效啊 得慢慢加 更何况 这珍贵的药 它不是稀有吗 像什么灵芝啊 人参啊 咱山寨没那么多 我的小宝啊 你这身中剧毒 听说 你这身中剧毒 时日不多了 特意来看看你 老五啊 你是多盼着我死呀 我特意让我兄弟 采了点人参 待会儿给你送过来 谢谢啊 破费了 同一次吧 来来来 坐坐坐 别客气 当自己家 来 但估计也没什么用啊 你这毒没解药啊 谁说没解药 谁说没解药 这俗话说病去如抽丝 我们不着急 慢慢来 那就有劳碎大使姑娘 好好照国保凶 这是自然的 就不劳烦五爷您了 告辞吧 走吧 我就不送了 小宝他怎么样 不死也差半条命了 那个老六跟崔大使的 正在死马当活马医呢 到死都忘不了 那个崔大使的 他这么想死 你就让他去死啊 你还给他送什么人参啊 大喜男人嘛 总得让兄弟们知道 我五爷也是够意思的 五爷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呀 我明明知道小宝他不喜欢我 却还是想要一心一意对他好 明明知道 他那么烦我 你一直逼着他娶我 我是不是太傻 傻 你真是太傻 傻得你都忘了自己有多么的可爱 多么的漂亮 多么的招人喜欢 你看全山寨 所有的兄弟 谁不把你当个小公主一样 捧在手心里呀 干嘛飞在那一棵树上吊死 谁说我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现在要死的是他 又不是我 行了 我不跟你说 走了 不知道这次 能不能彻底地击败那个死小宝